來釋放 晚間10點多 民眾募集一名男童在停等紅燈時 突然遭到家長趕下車 等到綠燈一亮 對方進頭也不回 直接騎走了 就怕一步小心跟丟 男童全程緊緊跟在後頭拔腿狂奔 而這一幕也引來路過歧視質疑 難道是遭家長惡意丟包 這一段路耶 很遠耶 當然有點過分了吧 事發就在23號晚間 民眾控訴孩童家長 讓小朋友一路從新北市中和區 跑到永和中山路 將近3公里的路程 男童看起來都快哭了 路過歧視看不下去 趕緊報警處理 但男童母親解釋 因為小孩患有雅思伯格症 才會讓他下車跑一跑 舒緩症狀 只是醫生卻不認同 這樣的釋放方式 刻意的讓他去跑步啦 騎著摩托車 這樣其實很容易有危險 一方面呢 小孩子在馬路上跑是不安全的 第二個呢 過度的跑步 有時候會造成黃雲基隆血症 等等的風險 醫師提醒雅思伯格症孩童 平時可以使用壓力球作為釋放 這回家長放任男童 一連穿越好幾個路口 不只沒有帶來好效果 恐怕也讓寶貝孩子陷入危險之中 3D新聞 張文賢 賴清